小伙好 欢迎收看1月3号的百个五报 我是景龙 首先来跟进反对赌博课题 那首相属副部长阿末马祖基强调 一党并没有因为成了政府的一份子 就在反对赌博课题上进进 而是通过内部管道提出反对 阿末马祖基也说 当他们成了政府就更容易表达反对 并指出无论一党是反对党或是执政党 对于反对赌博以及喝酒的立场 都始终如一且明确的 随着柔佛武统同意让路 首相兼图团党总裁慕尤丁 在下届大选继续上阵巴尔国席 武统的巴尔区部却和州领导层唱反调 在巴尔区部大会上一致通过 反对慕尤丁上阵的提案 同时允许巴尔武统上阵巴尔国席 和底下的两个州席 武统巴尔区部秘书卡玛鲁阿里芬 在区部代表大会之后 发声明指出 区部代表已经达致共识 因为巴尔是武统的传统议席 与此同时区部也一致同意 拒绝和土团党进行任何的政治合作 原属武统的首相慕尤丁 自1978年开始胜选为巴尔国会议员 是六届的巴尔国会议员了 不过在武统和土团关系持续僵化之下 土团党总裁慕尤丁要是继续在大选当中出战巴尔 可要面对自家有党的挑战 武统土团互不咬咸的情况 也冲击着国盟三党的大选合作模式 根据昨天每日新闻的报道 武统第15届全国大选选举主任 达组丁表明 来几大选 武统只有在土团党不涉及的情况之下 才会和一党合作 而有关立场和乌伊自2018年合作 以及在2019年签署全民共识宪章之前的立场是一致的 针对一党副主席穆哈默阿玛表明 一党土团和国阵无法独自面对大选 三党需要合作的说法 达组丁回应说 穆哈默阿玛要和土团合作就由他 武统是不会在大选当中和土团合作的 他也说 超过140个或三分之二的武统区部主席 已经表明同样的立场 因此他们聆听党基层的声音 接着来跟进2021年元旦沙拉月发生的车罪和命案 这起悲剧共9个人丧命 包括一名4个月大的婴儿 沙州副首席部长詹姆士马辛 昨天巡视发生悲剧的特离所 杜伦杜头处之后就指出 四轮驱动车是从杜头处掉下去 而不是从杜伦 而沙拉月州政府已经指示州的公共工程局 将所有杜伦杜头处立刻安装 兼顾的防护栏杆 避免悲剧重演 詹姆士马辛也说 这起悲剧提醒人民使用类似的设施时严守SOP 也就是在车子驶向杜伦坡道之前 除了司机 车内所有的人必须下车 在杜伦抵达目的地之后 才能够回到车内 虽然调查显示这是一个意外 但州政府对这起悲剧感到痛心 并向罹难者家属表达深切的慰问 最后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